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牧师现在的专访已经结束 但是我还想继续跟你聊多一点东西 那你说啊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现在按这样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事情 那你一定要问你现在做的事情 有没有永恒性的价值在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了 如果没有永恒性的价值 你做什么都可以 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无心事 但是做出来了全部虚空了 后来发现因为当他没有按着永恒性的价值来做的时候 他最后不知道结果 也做了之后不知道交给后人 后人能不能持续 那就算做得好 等一下又会不好 拥有了什么 等一下又会失去 所以虚无嘛 所以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你现在做的有没有永恒性的价值 是不是遵行神而做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是永恒性啦 但是好像我们一直做啊 比如说有些有些时候一些服饰 但是我还是不能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真的这个是重要吗 那人会因为我做的这个东西得益处吗 还是有多少人得益处 那你不要看哪个东西 你做神叫你做的 当神放你在一个岗位的时候呢 那那个岗位本身已经有神的旨意了 然后当你带着要遵行神 要传福音 要荣耀主的心态做的时候呢 在这个当中 神会造成有一些事情 给你一些预见 开启一些门路 那在过程当中 你有看到神的双手在引领你 那你越做 越有确定的心 其实重要是这一点 那是否是 其实不在于那个东西带来的国效 也不在于 对 不要看国效 但是当然就是说 其实是我想问啦 是否就是说 这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你知道是神叫你做的 对啊 一定是神叫你做的 那你说国效不重要吗 那国效是上帝给的 当然我们也从国效 有时候我们纠正我们所做的 因为有一些我们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对人 我们服侍 我们谈吐各方面 甚至我们上班的人 我们有时候也 的确我们 我们看 当我们 我们处理事情的优先程序 从有一些 那些结果 从那个结果 我们就会 会看得到 原来神在这个 在从中当中 借着国效来告诉我 怎么做得更好 但是对象是神 对象不是那个事物 不是那个事物本身 如果那个事物你能做尽善尽美 有些人是个完美主义者 师父要做的最好 工作做的最好 做父母 孩子要教的最好 哪有最好 最好的是上帝 对 所以呢 我们被那个最好来捆绑 最好 这个上帝造成的就是最好 但是人的本分是要尊亲神 嗯 就是这样 OK 还有什么要问 继续录 但我想 其实有很多时候 其实 有很多人是会问 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人 可能他们也会参与服事 但是不是好像 像你刚才有 在问题当中有讲的 你 可能牧子会 不是很看中 或是怎样 其实这些人都会 当然也包括 我有时候会感觉 诶 上帝要我做什么 诶 我真的是上帝要用的人吗 然后 上帝要怎样用我 小小我跟你讲 你不要体贴这些疑惑感 你 当你体贴这些疑惑感的时候 你一直纠结在原点 是不是啊 上帝要我做的 做的时候没有心怎么办 你做 当你走了 你走近 当 就好像 一个人 在一个 一个山洞里面 有什么光都看不到 那我走下去有结果吗 你走 你走了你才会看到光吗 那才有可能会看到光 你不走在那边问 没有结果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 但是你这个走也是勇气 其实走 不要把这个当作勇气 走 你把这个当作神的旨意 神叫我走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去聚会 我不去聚会 因为没有心 我要有心了才去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 虽然你的心灵是最重要 但是你不要用你的心灵来做一个借口 什么叫有心了才去聚会 你要寻找那个心来去聚会 然后去了之后 你在去的当儿里面 你的心寻求神而去 你明白吗 什么叫有心 你等有一个感觉来吗 什么叫有心 你有一个感觉了 你才做吗 这个就是凭感觉了 我开心我才做 我不开心我不做 那这样的话 那个真理就失效了 那真理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呢 真理告诉你为什么你能够开心 为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益处 所以真理这样告诉你 然后你向神反映 祝我信 虽然我感觉不到 但是我去 我做 然后这个当中 求你再次更新我 赐下心给我 你应该要这样才对的 也特别我们年轻人要学这一点 你们的有些心路旅程 我都走过了 所以在这个心路旅程里面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自弃 我们自弃 是一个自弃来的 你看自弃嘛 我感觉不到 所以我不做 有上帝会连续我 上帝跟你说 你感觉不到 但是神已经告诉你那个答案了 当你按着我告诉你的而做 你会感觉到 你不做你永远在原点 都是是否也是 当然也会走 那走当中也会有疑惑 当然我也听你讲很多 亚伯拉罕的信心 那我就会 是否是 这个要走很长的路 其实 疑惑每个人都会有的 但是 你有心要寻找 在疑惑当中 神为你解答 解除那个疑惑 你有没有心要寻找这个东西 那疑惑谁没有啊 我们活在肉身的人 每个人都有疑惑 但是亚伯拉罕的蒙恩是什么 他不是只有留在疑惑 他是无论到哪里去 也耶华住一座坛 那么 呼求耶华的名 你看 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疑惑的心进来了 疑惑的心 所以就祷告 我们的内心知道 神所说的是事实 但是呢 我们 祷告的时候呢 是叫我们的心思 情感 意念 意志 回到那个事实 来思想 哦 疑惑是未有的 所以上次说 你要昼夜思想我的话 思想 其实人是 当你让那个真理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疑惑之心才走的 你怎么能够在那个疑惑中 要纠结 不要疑惑 用你的意志不要疑惑 你没有办法 没有东西进来取代 疑惑就是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疑惑里 我要怎样向上帝祷告 比如说 其实有些时候思考 哎 为什么会疑惑 然后我发现 我一直思考 没有一个出路 然后我也 那个时候我不懂得 如何向爱我的上帝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你不要等到 你不疑惑了才祷告 你在疑惑当中祷告 你就会发现疑惑离开 你等到 你不疑惑了才祷告 那你永远不会祷告 听得懂这句话吗 就是这样嘛 你不要等到 神是因为你统在的 你的疑惑 这个是一个感受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要去聚会 但是可能你睡了一觉起来 明天就好了 你明天就好了 你发现昨天晚上是一个感受 但是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个感受 那个疑惑感 你不去聚会 你失去了这个恩典 在永恒当中 你找不回 那其实你是体贴了那个疑惑感 然后来失去这个恩典 所以我是这样啊 我是跟我自己说 不要等到我不疑惑 才行足足的美意 我是反而在我疑惑当中 疑惑当中呢 我跟这个疑惑挑战 我要跟那个疑惑挑战 我要跟那个疑惑挑战 就是在这个疑惑感 叫我不祷告 叫我不去聚会 所以我越软弱的时候 我越要去 按着事实 我越软弱的时候 我越要去 我越软弱的时候 我要抓住祭坛 我犯罪 我犯罪软弱的时候 我越觉得我不配 但是呢我越抓住那个 那个祭坛的脚 然后这个当中呢 有主那个宝血的能力 就会扶持我 吸尽我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道路 所以终究来问 你信基督在十加上的成就吗 你终究你要问这个东西了 那他的成就 是你的疑惑感大 还是他的成就大 当然是他的成就 所以最终那个是世事 对那个是世 他在十加上成就的 那个才是世事 不是你现在感受到的 所以很多信徒是分辨不清 感受呢 真理呢 感受呢 真理这么说 但是我感受不到 但是其实不是你感受不到 是你暂时有被有 被那个阴暗的灵 这个好像被乌云遮盖 被乌云遮住的时候 但是呢 你不要因那个来反应 所以我说 你不能控制你的感觉 这是我理解的 神也理解的 我们人都有这个性情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让那个感觉 来断定你下面要走的路 不要靠感觉 虽然你有感觉 但是不要靠感觉 你要靠真理 让真理造成对的感觉 让真理跟不对的感觉 继续相斗 争战 那有一天你慢慢发现 哦 什么是假的 什么才是真的 所以人是很奇妙的 比如说夫妇吵架的时候 马上就是 感觉不爱他了 你真的不爱他 你睡一觉起来 过了一天 比较有精力了 另一天 你在对他的那个情绪 没有这样糟糕了 对不对 其实感觉是马上变的 愚昧人是一直让自己 在这个错误里面重复 就是以感觉来断定一切 靠感觉来活 来讲话 来行动 所以他的一生 就是变动的人生 摇摆不定 被风吹动翻腾 对 雅各苏说 所以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中 那边会得到什么 没有定见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